欢迎来到P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这街六总决赛 网转老队长回归 王一博 韩庚都在其中 这 就是街五六战队组建后 网上就传出第六季总决赛的消息 不仅有总决赛的时间 还有队长大秀名单 其中就包括第六季的常驻队长丁诚心 吴建豪 蒲仔范 以及两位老队长王一博 韩庚 老队长加盟总决赛 并在总决赛带来队长大秀的事 早在第三季就发生过 这 就是街五第三季由张一星 王一博 王家尔 钟汉梁担任队长 节目录制前期 黄博以飞行嘉宾身份参加节目 这似乎为老队长回归埋下伏笔 第三季总决赛 易烊千玺 韩庚 吴建豪均加盟节目 并带来队长大秀 节目播出到第六季 尽管战队刚组建完成 距离总决赛还有一段时间 可是网上有消息传出 王一博 韩庚将参加第六季总决赛 对此 有网友表示 王一博可能不会去 一切以官宣为准 还有网友表示惊喜 表示王一博参加就很给力 但还是要等官宣 毕竟王一博非常忙 是否参加这 就是接五六总决赛还不一定 别现在挺期待 到时候空欢喜一场 网撰韩庚 王一博参加第六季总决赛的事 对于韩庚而言 只要他有时间 应该都会参加 毕竟他是LG队长 担任过第一季 第二季 第四季 第五季常驻队长 还以嘉宾身份 参加过第三季 以及目前播出的第六季 除此之外 第六季很多舞者 都是韩庚态度大师战队成员 例如第五季冠军 最可 小迪 Walking大神AC Ebookie等 无论是对这 就是街舞节目 还是参赛的舞者 韩庚都是有感情的 如果有时间 相信他会回来看看 王一博参加节目的次数 虽然没有韩庚多 却是首位双冠队长 并且是三季节目常驻队长 他的领导力很强 又有亲和力 深受舞者及观众喜欢 这 就是街舞第六季官宣时间较晚 并且常驻队长只有三人 再加上此前网传的X队长 难免让人心生疑惑 是不是某一位队长 节目组没谈下来 王一博没参加第六季 确实有点可惜 毕竟第六季来了很多Hip Hop大神 并且很多都是Old School风格 一波王炸战队的步步 以明星联队成员身份回归 李帅也重回舞台 看到这么多一波王炸战队成员 也让很多观众想念一波王炸战队队长 值得一提的是 少了顶流加持着 旧式街舞相关讨论少了许多 并且第六季又被质疑捧皇族 接连淘汰多位街舞大神 引起观众不满 节目口碑因此受到影响 尽管如此 第六季强大的舞者阵容 依然是加分项 每期节目都有亮点 期待总决赛的诸神之战 各路大神为总冠军的争夺发起冲刺 也期待能有老队长回归 在第六季总决赛带来队长大秀表演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